週一 除中國大陸以外 全球約899萬人確診感染中共病毒 近46萬人喪生 全球單日新增18萬3千例確診 創下新記錄 巴西週日累計108萬人感染 超過5萬人死亡 巴西聖保羅民眾當天仍然走上街頭 呼籲結束防疫限制 恢復經濟活動 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曾表示 限制令比病毒本身更能摧毀工作 德國疫情反彈 爆發群聚感染的肉類加工廠疫情蔓延 全部員工檢測後有1331人確診 6500名員工及其家人隔離 廠房停產14天 德國週日新增687例 全國超過19萬人感染 當局表示 病毒感染繁殖率暴增到1.79 西班牙週日結束98天的全國緊急狀態 當局重開邊境 允許歐洲旅客入境 但葡萄牙和英國除外 西班牙旅遊業佔經濟的12%以上 當局正在大力推動觀光 西班牙人週一重返工作 也可以自由跨省或前往其他歐洲國家 西班牙累計近30萬人感染 超過28000人死亡 法國週日新增7人死亡 284人確診 疫情逐漸趨緩 週一 15歲以下所有學童都返校上課 法國大臣布蘭克表示 封鎖對教育界是一場全球災難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本部長鄭根靜 週一表示 首都圈5月初至今 進入第二波病毒流行階段 警告秋冬季規模將更大 鄭根靜強調 除非有疫苗和有效藥劑 不然很難控制疫情 呼籲民眾自行戴口罩 勤洗手 韓國週一報告 17例新增病例 是近一個月來的新低 新唐人記者李梅 田瑞 綜合報導